我是要向香港730萬市民致歉 在議會制度暴力之下 我們盡力泛民做了我們能夠做的事 但都未能夠捍衛到市民的權益 何依依說 陳鑑林有很多地方違反議事規則 胡考慮司法覆核 想知慶姐為何這麼生氣 另一項新聞又說 但大家別以為 我都沒有真的不見錢 那你就錯了 跳鬚隨時真是無底心談 話就說 膠鐵已經封頂在844億 將來再超值就港鐵嗎? 但黎廣德說是玻璃封頂 一敲就難 第一 封頂協議不包經協定的例外費用 即是這三樣 什麼是不可抗力呢? 由天氣因素 到各類工程遇到的困難都包 將來交鐵再嚴重超值 港鐵有機引用這些條款 令政府埋單 第二 就是承建商殺償 現在有692宗生殺未解決 233億 如果生殺額令成本超出844億 港鐵一定不肯賠 到時和承建商打官司 如果輸了 港鐵為求自保 可能拖政府落水 還有還有 經濟回報都被質疑 政府公佈的高鐵收支預算 未來50年都收不回844億成本 一定虧了 乘客人數太樂觀了 大陸經濟轉差 未來可能長期虧錢 乘客量一定比政府估的少 加上那些地量檢未談到 收益拆帳又有問題 去得越遠分得越少 好像去廣州那樣 180元車費 香港分得45元 你說這隻這樣的大白象 還不是無底深淡? 香港人多謝他們 加上大陸經濟